我一定不是小月 因為沒問題 我覺得小月本身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想要接觸小月 是散敗虎讓我接觸小月的 好 然後 然後昨天還搞那種事情出來 氣死我了 別氣了 昨天今天你直接罵人 開罵 昨天的事情就讓他過去 今天就今天我們死 大哥當然是他卡 不敢讓你卡 他讓我卡我就打他 所以你應該只是想要演掉一次嗎 結果為什麼你沒有演成 我發現大家重武力太多了 蛤? 你知道那些人的老婆都很恐怖嗎 你知道那群老婆們都很恐怖嗎 對 對啊那你還幹嘛 為什麼不敢 因為 雨冰是個愛惜生命的人 主要原因 那時候你如果演表示的話 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對 所以我後來想說算了 所以一開始 要演的時候 我原本是計畫 想要說讓雨冰演個綠茶錶之類 可是 我也發現不行 因為一旦這樣子做 有兩種狀況 一種最一開始是 我覺得我會被他老婆們殺掉 就是他們那一群老婆們 會起來殺我 所以我不敢 然後 第二個 對 會很明顯被針對 第二個 後來不這麼做的原因 是因為認識 黃石虎 我發現黃石虎可能會去 殺人那些男的 喔 那就 那就殺了 我原本也是覺得說 那就殺 但我覺得有點危險 算了 所以你也是 就是 你也是 慢慢的被限制 對 嗯 就被限制 不知道 我覺得RB應該要 照第一次 對 才好 那你覺得你被限制之後 還會更好嗎 沒有啦 因為 因為有些狀況是 你被觀眾限制 你被台主限制 或者是你被伺服器限制 那另外的狀況就是 你被你自己的CP限制 我現在是被CP限制 我現在是被CP限制 好抱怨 你們還沒結婚啦 還沒 想分手是不是 沒有啦還沒有 還沒有要分啦 也沒有要分 我現在狀態就是 嗯 我覺得 黃師傅會有他的要求很正常 因為黃師傅是一個很吃醋 很會吃醋的人 很會吃醋 然後很愛記仇 然後 然後很多小心情 很多小劇場 然後動不動就不高興的弄人 所以你只要想不定辦法哄他 我覺得太麻煩了 趕快聽他的這樣 我想太麻煩 不會啦 麻煩就算嗎 欸麻煩就分手還蠻過分的啊 那不是分手過分嗎 很過分啊 所以我們是渣男 女生就渣女 是不是 你覺得麻煩 然後就跟女朋友分手 那是不是渣 是嗎 對不對 我們合理懷疑是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最 最讓我覺得 可以 就是 就是 拿來當成是一個 那個 就是 契機的就是 我會故意跳往十五不在的時候 幹一些事情 少 stocks跟歪哄無端 而且對 但後來他就生氣了 廢話 廢話 我當 он看完是一個 我也覺得真的 好扯 早安啊 沒有 你這樣弄嗎mm 你間接又做自製的樣子 對啊 回來他 他限制我嘛 他限制我那就是 就是 我想要把我原本想做的事情做完 然後接下來被他限制 那就變成是有點回心傳譯的概念 所以後來他要求什麼我才說都做好了 不然很合理吧 一開始 你真的想要表表不起來 好不容易有人讓你表了 你表了一下 不行 被說你這樣子很不尊重我 OK好那我改 我改嘛對不對 對不然能怎樣 但 改也沒問題啦 我覺得你差我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對於方菲菲斯的角色 我就覺得方菲菲斯很好聽 好爽喔 那我發現這個人不進無限電 我發現方菲不進無限電 對 不進無限電 我就覺得說幹這個人 為什麼不進無限電 因為你想聽他的聲音 嗯對 那我語不太到 我在那邊就是遇到喵屋 幽靈 削籤筆 就這樣 真的 方菲菲的聲音真的 是不是 就說方菲聲音很好聽 那方菲跟籤筆的聲音 可以講 方菲有時候 我就是你講話的關係 我講話 你講話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講話的聲音 太小了 我聽不太到 我都會被削籤筆蓋過去 削籤筆的麥克能很好 因為很清楚 所以我們也沒什麼 大哥你記得八點壓策 我沒辦法回去壓策 我來不及 現在幾點 壓策啦 我沒辦法壓策啦 壓策你們去啦 沒有什麼好GG的 沒辦法 來不及 那你覺得 削籤筆的聲音可以 削籤筆的聲音可以啊 削籤筆可以啊 我那個時候幽靈問我說 誰的聲音好聽 我說 方菲 削籤筆 那削籤筆 那削籤筆有問題啊 對啊 有什麼問題啊 那我無限無限電的聲音 反正你有削籤筆的聲音可以聽 對不對 我剛剛是被 我剛剛是被挖洞了嗎 我試好了 一個還不夠 要兩個 嗯 嗯 嗯 你知道 老師吳曾經說過 徐宇賓很貪心 他就問我說 是不是本人很貪心 我說最好我本人很貪心 然後我每個都要啊 好爽喔 那你都會要 嗯 你知道你的Discord 通識各種 你覺得聲音好聽嗎 嗯 真的 真的是各種 各種聲音好聽的男生 都在我的Discord裡面 好爽 擔心到不行 超爽的 你還是比較喜歡 跟宇賓的御解音 啊就我本上啊 就他先 是真的 應該會再低一點 對 會再低一點 那跟現在差不多啊 但只是因為貼著麥講話 就會比較低 那為什麼當時的技能 跟你們說 你有打算用 因為保安 先保安嗎 我原本第一個聲音 就是打算讓他拿來犯罪用的 因為平常講話 宇賓不需要有氣勢 可是當你在搶劫犯罪的時候 需要有氣勢 所以我才決定說 本賞拿來給 就是 犯罪的時候用 犯罪的時候 對 犯罪的時候再用 對啊 但是那時候被逼迫啊 不得不 被逼迫 嗯 然後他直接說 宇賓有三檔 喔 喔 原來是 小喬德國 我原來是小喬他自己 小喬講說 他說 欸阿蘭阿蘭 你知道嗎 宇賓超厲害耶 他有三個聲音耶 然後他就強迫我 然後他就 他就跑來找他說 欸欸欸 欸 還有什麼 聽說你有看 蛤 聽說你有看 他說 你可以叫他表演給你看啊 然後阿蘭就開車開到我旁邊 他說 欸媽祖 欸 聽說你有那個 三種聲音耶 來來來來來 然後 又把車子開到旁邊去 然後就說 就說有三檔 他想聽聽看三檔 然後就 我就表演給他看 然後就說 他就說 喔喔喔喔喔喔 他就說很喜歡什麼之類的這樣 所以是 所以小喬應該是 應該說你沒有表演過給小喬 你也沒有 欸你有表演過兩個 我沒有在鎮內表演過給他看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在鎮內只有一個人聽過 啊 我在鎮內有一些人聽過 但裡面沒有包括小喬 喔喔 就是你家裡嗎 大飛 大飛 仔哈囉 隔壁是阿石 方飛 哈囉 我那個時候 聽過那個聲音的就是 黃絲虎 仔哈囉 陳大飛 對 還有我 對還有你 然後還有 薛之謙 女生的話好像有兩個人聽過 但是 一個是吉拉 然後另外一個是 幽靈 喔 對 我確定沒有喬喬 因為我不知道 我在想問他突然提這個 不知道是為什麼 我沒有管 然後 因為我 因為我記得 戲中你也沒有 表演過第三種 喔對我沒有表演過第三種 我也不知道 對 我就有用過兩種 那時候也不能知道 所以也不在 所以你原本不知道 你原本不知道是不是 對 喔那你今天知道了 呵呵呵呵 我原本就知道了 喔你原本就知道 喔你原本就知道 人家告訴他 欸我也在想過 說是不是有人告訴他 對 但講的話理論上也只會講 因為你沒有用過第三種 欸對我沒有用過第三種 所以他說有三黨的時候 我就想說 蛤 不是還有四黨 幹那個四黨 不能算在內啦 白痴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理他們 他們在想幹的話 這個不需要理會 不需要理會 這個就不需要了 仔哈囉 還敢不入陣啊 仔哈囉是不是退警隊啦 他退了 嗯 我一直記得仔哈囉好像說他要退警隊 然後退到後來不知道到底退了沒 對 對 是是不是 因為正外資訊就是他都開箱 喔真的假的 對 仔哈囉你好像學壞囉 小朋友 暗殺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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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從一下背後開箱 你是沒有原因的去開人家 還是有原因的去開人家 你如果是沒有原因的開人家 我會打你 應該是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理論上 一切都是理論上 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 好廢喔 雜樓 他接單子當殺手 喔 所以是有人委託 是不是 不錯 反正就要再來 來討厭這件事情 請說 這件事情 本身合不合不合 接什麼單子 就是接人家委託 你說在政內黑幫接單子 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不用讓別人知道 你接單子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就算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他一直知道 他被怎樣 然後就不 沒有 但是通常會知道原因吧 問題就是 現在好像 都不知道原因 有些人他被搞 被弄 但是他不知道原因 通常只會知道說 比方說是誰委託的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你說誰委託 對對對 但是 直接單子很合適 對 他不會講 所以我說你如果按 巡線去調查的話 你可以得知 他是誰委託的 我覺得這是合理 可以接受 對 但是通常一般你想 現實中的殺手 他怎麼去殺人 怎麼會去告訴你說 你是為什麼被殺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說 你特地講很多原因 然後告訴他說 你是因為什麼原因去被殺的 這樣不合理 可是如果你是講說什麼 我 比方說 今天是誰要我來殺你 那我覺得可以 那可以 知道是誰可以 但原因我覺得 要自己去推敲 合理吧 你這樣講就合理 對啊 可是現在 問一下 哉哈樓你有講說誰 誰會說 哉哈樓你有 哉哈樓還在嗎 數了嗎 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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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會 你說不會講 你都不會講 他說他也遵守這個規定 所以他不去公訴 他是誰 哇 那 線就斷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 那個沒有到很重要 只是你不知道 可是通常會自己去推敲 比方說自己惹到誰 之類的 或是自己身邊 最要好的人惹到誰 他不在了 廢物 所以這時候 我就可以再演一些 更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會去 調查 或是你可能會去想說 可能是誰 然後去找那個人 可能B文他 或是邀他招供之類的 對 之類的 像這種 我是覺得這樣的話 就還可以